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一些有趣的话题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吧 猫咪作为人类的宠物应该有数千年的历史 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和文化发展 猫咪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着不同的传说和故事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猫咪故事传说 第一个是日本的猫之国故事 据说日本神话中有一位名叫大国主的神 他有一个女儿名叫草剔 草剔常常扮成一只猫 来到人间与人们玩耍 有一天他在玩耍中被一只狗追赶 于是他躲进了一棵树洞中 狗咬住了树干 试图将草剔咬出来 但却咬掉了树干 导致树倒在了草剔身上 于是草剔就成了一只石猫 安静地躺在树下 传说这只石猫代表了日本猫之国的起源 第二个是埃及神话中的猫女神 在古埃及的宗教中 有一只叫做巴斯特的女神 她通常被描绘成一只拥有猫头和人身的神器 巴斯特是家庭和生育之神 她被认为是猫的保护神 她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古埃及的壁画和雕像中 埃及人民在家中养猫 相信这些猫咪具有神圣的力量 能够驱赶恶灵和疾病 第三个是英国的黑猫传说 在英国 黑猫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象征 因为它们常常被是做魔法师的伴侣 传说中 如果一只黑猫经过你的身边 那么你就会遭遇厄运或者死亡 但是 这个传说在不同地区和文化中的含义却不尽相同 在一些地区 黑猫被视为好运之兆 人们相信它们能够带来财富和繁荣 第四个是船猫 在古代航海中 猫咪经常被视为吉祥物 人们相信 猫咪的存在可以帮助保护船员和船只免受灾难 在一些长途航行中 船员会带上猫咪作为伴侣和守护者 第五 猫咪的第六感 许多人相信猫具有第六感 可以预知未来和感知超自然现象 在一些文化中 猫咪被视为和鬼魂和灵界有联系的生物 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地区 黑色的猫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可能会带来不幸 第六 贝尔卡尔特猫 在土耳其 有一种特殊的猫咪 被称为贝尔卡尔特猫 它们拥有双色的皮毛和独特的眼睛颜色 通常是一只蓝色眼睛和一只黄色眼睛 人们认为这些猫带来好运和幸福 并且是非常受欢迎的宠物 最后是关于猫咪有九条命的传说 这个传说来自于古代的爱尔兰 据说每只猫咪都有九条生命 这意味着即使它们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条生命 它们也能继续生活下去 这个传说已经流传了几百年 许多人仍然相信猫咪有九命 以上是一些有趣的猫咪故事和传说 它们向我们展示了猫咪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以及它们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象征意义 而身为猫奴的我们也要好好地服侍竹子 总的来说猫咪作为人类的宠物 早已成为了文化和传统的一部分 它们的聪明 敏捷和神秘 为人们带来了无数的乐趣和启示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后续的精彩内容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